继续关注到高雄市运用扬款设置的纪念石化气泡装置艺术 造价3400多万元 受到地方质疑太浪费了 为此议会除了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 也前往现场会刊 并且提出多项质疑 要求市府政风单位要尽快查明清楚 四件坐落在武全国小旁的装置艺术品 以地景公园形态呈现 占地约1500平方公尺 总金费约3461万 由当时民间捐助的石化气泡善款支付 看在民众眼里有人觉得太浪费 为此市议会组成专案小组进行调查 工资我不满 但是三四个讲的都学习 如果如果他们来做五六百万 他们觉得他们会贪钱 市政府去找第三方公政团队 中心感觉 在夏服花泡善罩 即将部队也損害 每当我们看起这些装置艺术 或者是在公车站的这些绘画的时候 事实上都在唤起我们当初的痛苦 因为我们当初所进去所看到的 凯旋路整个看不到路面 然后整个都不见了 那是我们蛮深的一个伤痛 创作者以搜集居民生活物件 融入的艺术作品 有人说看了之后 又唤起气爆当时的恐怖记忆 所以不愿意前往 文化局则强调 当时失作前有充分和住户沟通 其实公共艺术的设置过程当中 民众参与意见的表达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设置当时 民众希望这样的作品 呈现怎样的意涵 然后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形式 它希望表达什么样的 未来的一个期待 都在我们一开始 那个民众参与 都尽量去跟民众做好沟通 那首先在4月11号 就是在104年4月11号 就已经匡列了3600万 是不是因为匡列3600万 但是后来的经费 事实上没有那么多 大家就尽量的用 所以呢最后也急急 挤到后来也用了3400多万 那所以呢似乎有那么一点 就是康捐款人之凯的嫌疑 追查实话气爆善款流向 议会已经排定专案报告议程 并且针对有问题的装置艺术工程 要求市府找第三方公正单位 重新建架 必要时也请检调 介入调查 港督新闻李正道黄兰军 采访报道 美国人 李正道黄兰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